过去几天,恒指每天都面对一定的阻力,调整,算是好淡增锋,有时能反跌为升,昨日再反跌为升,上破两万七千点之后,竟然一口气急跌,家园国际2768昨日由前收市价13元跌至最低1.4元,跌足89%,家园不算是四,五线的蚊型股,原本市值超过300亿元, 也可以算是一只二三线内房股,而且在过去一年,股价都能长期维持在高水平,当然,PE值偏高,比同类股高数倍,但也不算是超高PE值,因此,可以说是长期都属于货源归边的状况,昨日急跌,竟然使得多只内房股也跟着跌,甚至蓝筹股也受到影响, 使得恒生指数于午后也从两万七千点高位急跌两百多点,这也的确罕见,一只非蓝筹股股价急跌,竟然会大大地影响大市, 或者说,恒指由一月初的不足两万五千点急速地在十个交易日里反弹两千点, 累积的套利压力太大了,相当有趣的事,昨日下午社交网上狠热闹,有人分享在低位闹货,买入家园而赚到前的威风事, 是的,昨日家园于低位反弹的幅度也相当大,伪高胆大的人的确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赚一笔, 香港特区政府打算立法要求三千元以上的美容疗程设立冷静期, 这对医师医疗2138而言,是好事,因为医师医疗早在特区政府准备立法之前已经自我制定一个十四天的冷静期, 立法会使到医师医疗能更进一步地加强顾客的信心。 过去几年,医师医疗狠努力地开辟美容以外的医疗服务,买入昂贵的磁力共振机, 现脑掃描机,这次改变纯美容形象的重要行动。